我的工作很特殊 你也知道 我只是在缓解一下 我的工作压力好吗 不是 你刚才说了 你的工作很特殊 所以你很累 你就睡着了 所以不通视频 现在你的工作很特殊 所以你要刷美女 刷美女不行 要刷礼物是吗 对 所以说他也想 我说过 就是用来一种的解压方式 你得多笨了你 挣了钱自己不好好看着 要不然都给人家 要不然给不认识的人 刷礼物 你在想什么呀 我真知道我自己 可能是 你三十五岁了 你儿子八岁 你在想什么呀 我都替你急的哈 我的天哪 你们俩有 下一步有打算吗 有 啥打算 因为年龄都不小了嘛 我希望 分手 重新来过 还是什么 希望能尽早地考虑一下 婚姻的问题 跟谁 跟她 好好好 结婚 我觉得现在结婚太早了 我和她才认识一年 再说了 她说结婚还要把她八岁 儿子带过来 这可能嘛 我现在只做好了 我和她在一起准备 没有做好 当一个八岁后妈准备呀 那单手大在一起的时候 我也没有告诉你过年 我有个八岁的儿子 那按照你的意思就是 咱俩结婚了 我把儿子还得放到我爸 我妈那儿 我不能把我儿子接过来 是吗 反正这件事 根本都不现实 您这倒是挺直率的啊 您喜欢这男人 你先告诉我 有一点点 就只有一点点 你拿她十多万块钱啊 就只有一点点 你就 毕竟我还没有 从那上头走出来嘛 你没走出来 你谈什么恋爱啊 那不好话不多说好 要想从那上一段感情走出来 都要走到下一个感情嘛 谁说的呀 鸡汤说的吧 你觉得没有结婚的时候 该花男人的钱吗 不敢 那你为什么花 你觉得你在跟一个 离异带孩子的男人 谈恋爱 如果你们要结婚的话 他家那孩子 你都不用考虑的吗 我会考虑啊 但是我要 给我时间准备的呀 再说了 这婚姻的嘛 肯定是要双方父母 都要 好好好 双方父母都要同意 你不是也不见 他家的父母吗 那是因为 你上一段感情 是有伤的 上一段感情 是他伤的你是吧 不是 谁伤的呀 是我前夫 找你前夫去啊 但是他 你应该用这个态度 对你前夫 我觉得特别合适 对主持人 没事 对啥对 他没事 他就总提了前夫 跟我俩 跟我对比 就应该对比啊 该啊 其实 不是 你图着 没听出来 这个女人有什么对你好 不关心你 不爱你 对你的孩子 置若网门 然后做着她自己的梦 你干嘛呢 你们俩是怎么了 来吧 咱们一起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 一起进入 秋比特的一段